京秀又称公秀,是一门古老的中国传统刺绣工艺,也是以北京为中心刺绣产品的总称,明清时期开始大为兴盛,多用于宫廷装饰、服饰。 河北定兴京秀是京秀大家族中的一个分支,是定兴县南大牛村公秀艺人良知一脉的家传。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,梁书平是定兴京秀第四代传人,2014年,定兴京秀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近日,记者在梁书平的工作室看到,墙上挂满了京秀作品,这些作品色彩华丽,做工精细。 从十几岁跟着父亲打理绣花场,最开始我自己独立的时候是79年,我就自己带徒弟,坚持了这40多年。 梁书平说,她开始学习京秀的时候,父亲要她在废弃的布料上练习针法,直到学会,才能在针丝上面绣。 我们开始学的时候,让我们在肺部上先练习,练习三个月,便得你两个手,得上下八针扎齐,才让你上那个针丝上面绣。 经常扎破手。 据梁书平介绍,一件京秀作品,需要经过设计、打板、画图、打孔等十几道工序才能完成。 用到的针法有几十种。 2000年,故宫博物院因需要复制昆宁宫皇帝大昏时,用的洗杖、洗帘、龙袍等修品,找到了梁书平。 她组织了上百名绣娘,用了三年多的时间,顺利完成了该项任务。 京秀的特点是什么? 你是针法。 针法我们是最讲究,讲究一个齐、平、两。 比方说你里边针法,有碾针啊,叉针啊,还有打子啊,盘筋,几十种针法。 你看背后这个龙袍吧,这个龙袍得,要是修的话,我要是一个人修,我都得修五百多天。 梁书平说,好的技艺需要传承。 几十年来,她亲手教过两千多名徒弟,也培养了儿子和女儿接班。 如今,她还到大学里去授课,手把手地教学生们精绣技艺。 她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了解精绣,喜爱精绣,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。